現在來介紹maj7的根音在第六弦時候的按法 複習一下maj7的組成音是根音、大三度、完全五度跟大七度 我現在把組成音的相對位置畫在紙板上 圖形中的r就代表根音以及它的八度音 每一個八度音在降低一個半音就是大七度了 第一個按法的聲音比較低集中在第六弦、第五弦跟第四弦 用中指按跟音、十指按大三度、小指按大七度 下一種按法把原本的大三度再提高一個八度 會移到第三弦 按的時候根音可以用食指或拇指去按 大七度則用中指、大三度則用無名指 我用第六弦的第五格A這個音做示範 所以彈出來是maj7 接下來我要加入五度音 直接按第二弦上面的五度音 我用拇指勾住根音、十指按五度音、中指按大七度、無名指按大三度 現在我把大七度的大七度 現在我把大七度這個音再高一個八度 來到第一弦的根音再降一個半音那個位置 我用拇指勾住根音、十指按第一弦的大七度、中指按五度音、無名指按大三度 現在我想將指板上的兩個大七度都按了 所以會用拇指按根音、十指按第一弦的大七度、中指按第二弦的五度音、無名指按第四弦的大七度、小指按第三弦的大三度 在這兩堂課我們應該學到無論根音在第五弦或第六弦 同一個和弦都有非常多種按法 聽起來有不同的感覺 也就是不同的voicing 聽起來有不同的感覺 ений晃電話 感谢观看